在江边寻找小语的魏国平 可以看得出来她真的很心痛 后悔当时拒绝了小语 后悔没有跟着小语一起走 如果小语真的就这样死了 魏国平恐怕真的会肠子毁青 从88年割喉被救 小语就喜欢上了魏国平 一追就是整整八年 一个女孩子又有多少个八年呢 美好的年华就那么几年 小语劝魏国平放下宁江的一切 跟她到云南开客栈重新开始 时间能抹平魏国平心里的创伤 魏国平说她没办法 脱下这身警服 她身上穿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警服 还有惨死的陈山河的 到如今凶手都没有找到 魏国平如何跟山河交代 所以只有辜负聂小语 小语没想到去云南的路上 被陈宝利追杀坠江了 魏国平寻找了几天几夜 依然没有小语的任何线索 魏国平越来越觉得小语没有死 警察很快收到聂小语被绑架的消息 魏国平亲自带队去营救 还好感到的及时小语被救出虎口 只是没想到绑架小语的会是赵世杰 魏国平撬开赵世杰的嘴 抓到帮凶蒋广善 遂施案和八八案都有了新的线索 身体康复的小语跟魏国平告别 一个人去云南开客栈重新开始 魏国平送上祝福 继续留下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魏国平退休之前 终于抓到了八八案的真凶 此时的他依然惦记着单身的小语 退休后便去云南找聂小语了 余生好好为自己活一场 一起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小期间